欢迎大家来听听书稿写作课 我们接着上一课讲 上一课我们主要讲了 怎么看一本书的副标题 分辨 序言 前言 引言部分 这些内容呢 一般可以用在听书稿的开头 是很重要的内容 不能忽视它 这节课呢我们会讲一下 怎么看一本书的正文部分 并且带着写听书稿的目的 很快画出书的重点内容 方便之后的写作 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 这本书的目录 看一下每一章是讲什么内容的 哪些章节是讲理论的 哪些章节是做铺垫和回顾的 哪些章节是写方法论的 这样心里就有了一个数 哪些章节要重点看 细细的看 画重点 哪些章节可以看快一点 看完目录以后 也可以在上网查一查 关于这本书的读后感 书评等 看完了可以理出一个 粗糊的小道大干 最好是关于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提出三个问题 然后带着这三个问题 去看书的证文 去找答案 这也是一个小捷径 那么证文怎么看呢 以语义为单位来看 什么意思呢 一本书的内容 其实无外乎是写这些的 作者的观点 作者是怎么解释这个观点的 也就是为什么 作者会夺出这个观点 以及有举例子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也就是方法论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一本书中 每个段落的内容 按照语义 分成四类 一类讲观点 一类讲解释观点 一类是举例论证 一类是讲方法的 那么我们在看书中的每一段 每一句之后 就可以有一个快速的判断 这一段 这句话是讲什么的 观点吗 解释观点的吗 还是举例论证 还是讲方法的呢 然后画出顺点 在书中做一个批注 是观点的 旁边写上观点 是解释观点的 旁边就写上解释观点 是举例论证的 旁边就写上举例 是讲方法的 旁边就写上方法论 这样 你看完整本书 就指令出你画出来的 批注出来的重点就可以了 因为一篇听书稿的正文 也就是这四类内容 组织起来的 比如经历管理这本书 在这本书的听书稿里面 有这样的一段话 体能是生活最基本的经历源 我们经常忽视了体能的重要性 整觉得自己干的是劳力活啊 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一动不动的 体能还重要吗 事实上 体能是生命力的核心 时刻影响着我们的劳力劳动 直接影响着我们管理情绪 保持专注 创新思考的能力 大概如何提升体能经历呢 作者给出了三种方法 调整呼吸 改善饮食 顺劳动化的第一句 体能是生活最基本的经历源 就是作者的观点 中间的部分 我们坚强忽视了体能的重要性 一直到直接影响着我们管理情绪 保持专注 创新思考的能力 实际上是在解释观点 最后一句话 大概如何提升体能经历呢 作者给出了三种方法 调整呼吸 改善饮食 顺劳睡眠 这是讲方法论的 这些内容呢 书中其实都有的 只不过呢 我把它拎出来了 重新组合了一番 当然 整篇推出稿的所有内容 也基本上都是从书中来的 把整篇推出稿内容分一分类 你会发现 它也逃不出这四类 观点 解释观点 举例论证 方法论 而且一个观点 对应有它的解释观点 举例论证 方法论的部分 这四类内容呢 是四位一体的 不能割裂开的 等我们把一本书看完 每个章节的观点 解释观点 举例论证 以及方法论 都画出来之后 我们写一篇 听书稿的素材呢 就都有了 然后 我们把这些素材呢 全部打字打出来 或者在电子试中 复制到word上 这些就是这本书中的 精华内容了 有了这些精华内容以后 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就是 纯新排列组合 维纳分类 你注意个写作搭杆出来 这里考验呢 就是我们的逻辑能力 归纳总结能力了 这一步做好了 我们的听书稿 提杆就出来了 而且会非常精彩顺畅 如果做的不好 就容易变成一篇 书中精华 宅操了 写作搭杆 你出来以后 再根据这个写作搭杆 把电子复制稿 再删减一遍 因为有可能 在看书的时候 你画的重点非常多 比如在2万字到3万字 而我们的推输稿 一般要5000字到8000字左右 那么这时候 有了写作搭杆 有了我们自己的写作逻辑 就可以删减掉一些搭杆 不需要 也没那么重要的内容了 这样一来 就等于你在第一遍看书的时候 就筛选出了重点 然后在电子复制稿上 又删减了一遍 等于做了两次重点的提炼 这样我们的握着中留下来的 就是真正的书中精华了 比如我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领导力21法则的听书稿 一听书名呢 大家就知道 它讲了21个 关于领导力的法则 这本书本身的内容呢 说实话也没那么精彩 21个法则中呢 有很多还是没什么太大价值的 写这本书就比较棘手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书中的目录是这样的 是一个法则 一个法则罗列出来的 第一个法则 它是盖子法则 第二个法则 影响力法则 第三个法则 过程法则 然后是导航法则 真子法则 根基法则 尊重法则 直觉法则 吸引力法则 清合力法则 核心圈法则 授权法则 镜像法则 接纳法则 自身法则 动视法则 优先次序法则 舍得法则 时机法则 爆炸性悲争法则 和传承法则 也就是说 这本书的章节 与章节之间 是没有逻辑的 是宾列写的 21个法则 但我们写听书稿 是不可能 将21个法则 罗列出来 一个一个去解读的 另一写 肯定通不过编辑的审核 因为听众也不可能有耐心 听你一个一个罗列 去讲21个法则的 那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是看完书 拎出定点 并做了三检之后 留下了这么几个法则的内容 盖子法则 导航法则 增值法则 根基法则 核心圈法则 自身法则 舍得法则 实际法则 爆炸性悲争法则 和传承法则 也就是说 经过两轮的重点筛选之后 我留下了10个法则 放弃了11个不太有价值的法则 那为什么要留这10个法则呢 我的第一个版本的电子复制稿里 也就是还没有三检电子复制稿的时候 原本也不止这些法则的 因为我把这些法则 纯新排列组合 理出了一个新的逻辑框架 在这个逻辑框架下面 只需要保留这10个法则就可以了 这10个法则就是精华中的精华了 我纯新理出来的一个写作大干 体现的提出稿论是这样的 我们分三个部分 给你讲一下 这检树的精华内容 如何提升领导力 第一个部分写 如何修炼自己 在人品上 当领导需要诚实真诚讲言原则 让别人信任自己 这个是根基法则里面讲的内容 第二个分论点 在处事上面 当领导一定得牺牲一些东西 先舍然后才能有德 这是舍德法则里面讲的东西 在策略上面 当领导需要增加他人的价值 这是真正法则讲的内容 第二部门写 如何做出正确的决策 在做出决策之前 领导者需要有必胜的信念 甚至不允许自己失败 这个是自身法则里面讲的 在做决策时 需要设定好寒线 这是导寒法则 掌握好时机 这是时机法则 第三部分写 如何管理团队 首先需要找到对的人 然后观察 淘汰 留下最优秀的人 熟缓往复 让团队水平稳定提升 这是核心圈法则讲的内容 其次团队成员稳定之后 需要重点培养出 有领导力的人 让整个团队的能力 不断扩大 这是爆炸性 悲争法则讲的内容 最后 我们个人的领导力 无法委托他人发挥 也需要培养接班人 来继承他 这是传承法则里面 讲的内容 所以呢 我是分三个部分来讲的 第一部分讲 如何修炼自己 第二部分讲 如何做出正确的决策 第三部分呢 讲 如何管理团队 大家仔细看一下 会发现 123456789 连续你会说 这不是九个法则吗 我不是说留了十个法则吗 那还有一个法则呢 还有一个是放在提出稿 开头了 叫盖茨法则 是这么写的 领导力2C法则 这本书提出 领导力决定着一个人的 办事成效 它就像一个盖子 盖子越高 一个人的办事成效 也就越高 而且领导力 并不是少数人的天赋一饼 它是多轮技能的集合体 每一轮技能都是可以学会的 所以 如果勤勤恳恳工作 走到了瓶颈 那我们不妨试试 走另一条路 提高领导力 这个是领导力 这是盖茨法则里面讲的那个内容 然后我放在听试稿的开头了 这样呢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你看 这样我们写领导力2C法则 这本书的听试稿呢 以这个写作提高来写的话 那整个听试稿呢 就有了一个顺畅的写作逻辑了 就有了一个条理性 才能做成一个听试产品了 让听众呢 去听 那他能够顺畅的听完 这本书讲的内容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按照 领导力2C法则的目录这样子 2C法则一个一个罗列去写 那样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听试稿产品 也是通不过编辑的审核的 所以这一步很关键 一定要 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写作逻辑 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懵 就是我们可以再梳理一下 整个听试稿写作的一个过程 第一步 我们在看正文的时候呢 拎出四类重点内容 观点 解释观点 举例和方法论 第二步呢 把这些重点内容呢 在电子书中复制到Word上 看的是纸字书 就需要手动打字 打到Word上 第三步呢 将这些内容 全新排列组合 理出一个写作大竿 第四步呢 根据写作大竿 在三点叫大竿不需要的内容 留下真正的精华内容 这个稿子实际上就是你的主要写作素材 甚至可以说是你的初稿了 第五步呢 在初稿的基础上 补充内容 修改完善 第六步呢 再次修改稿件 重点功课语言表达上的要求 口语化写作这一点 这六步完成以后呢 听书稿就真正的完成了 很多小伙伴在刚开始写稿的时候 会直接从书中目录中 摘录出部分重点章节 然后作为写作大竿来写听书稿 这样写出来的听书稿的拼凑感 宅烧感会非常明显 是不合格的 按照我们这节课讲的方法来操作 我们的听书稿质量会提升很多的 甚至可以说 这就是写出2000家稿费的听书稿的方法 建议大家好好消化一下这个方法 在实操中的反复应用 其实也不仅仅是听书稿写作 可以用这个方法 其他类型的稿件 同样可以用这个方法的 整个写作流程的关键 是怎么把电子复制稿中的精华内容 整理出一个好的逻辑 或者好的逻辑出来 有了逻辑结构 有了写作大竿 听书稿就成功了一大半了 后面几节课呢 我们会详细讲一讲 怎么写一篇听书稿 其中有一节会讲 几段常用的逻辑结构 套用这些逻辑结构 去重新排列组合 你复制出来的精华内容呢 会更容易一些 在书中按照这四类 观点 解释观点 举例 方法 来画重点的时候呢 案例和方法 是我们比较容易识别出来的 难得是找观点 观点找出来了 解释观点的内容也就有了 很多小伙伴观点找得不准确 或者把次要观点当成主要观点了 这会导致我们后面在写听书稿的时候 总管节少了点味道 内容容易变得平庸 所以找观点这一步非常重要 那看书的时候 该怎么找作者的重要观点呢 书中各个章节的标题 或者章节标题下面的副标题 一般就是这个章节要讲的观点 比如品牌洗脑 他第一章的标题是买吧买吧宝贝 是为了有点噱头 但他的副标题是 品牌从我们在联胎里时就开始营销了 这就是他这一章要写的观点 我们在看书的时候 只要找到作者 为什么说品牌从我们在联胎里时就开始营销了 也就是说找到原因就可以了 这本书第二章的标题是都受恐慌和偏执 副标题是困惧营销 其实他这一章就是讲恐惧营销的 讲品牌商是怎么向消费者都受恐慌和偏执的 这就是他的观点 除了粘节标题会直接显示作者的观点之外 书中的黑体制部分也是要重点看一看的 因为那代表的是作者要强调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要观点 还有就是一般一个动作者的开头和结尾 也会是比较重要的句子 作者会在这个位置讲他的观点的 有的作者呢 他写出的逻辑思路未必那么清晰 可能你看着看着看半天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讲什么 那么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看那些表示转折的观点词 比如然而 不过 但是 等等 这些词的后面 一般会藏着作者真正想表达的观点 好 以上就是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主要讲了 怎么看目录 怎么查豆瓣 怎么看正文 怎么找作者想找的观点 也讲到了看书写一篇推输稿的完整的写作过程 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